这条教你两个方法,一个比较旁门阻导 就是屈数,那屈什么数呢? 你现在要想两个数加起90度 我建议不要太正常的数,不要30,45,60 例如你可以屈A是7 剩下B就要是83度 那你就可以把这个数按机,按的时候小心点 按的话就是测测7,然后呢 这里有个二次,小心点 再加测83,二次 好了,那等我按机 你应该就会出到,那个题目就会出到 1.97,02957,差不多 那你就逐个答案看看哪一个都会出到这个数 那A版面错了 好了,接着去到BOY了 这个就是 2.83, sorry,2.7 二次 好了,这个就按到是0.0297 那很明显是不对 那接着去到C 这个就按到是1.97,02957 咦?这个看上去好像是 对啊,那我们先hold一hold 看完最后的答案先 好了,那我计到就是0.0297 那也是不对 所以答案呢,只有C是正确的 用WASL这个方法就会比较容易一些 好了,那但是呢,对于 叻叻的同学来说呢,你一定要认同一个方法 就是呢,学回那些出稿的identity 好了,出稿的identity呢 主要有两条的 sine2次加cosine2次 永远等于1 好,第二条就是 sine90度减φ 是cosineθ 那当然啦,你也可以调转的 就是cosine90度减φ 是等于 sineθ 是等下的 好了,那我看到呢 那我看到呢,这些答案里面呢 大部分是a来的 那所以我就会想把这个b 呢,转做a的了 那就是说,这条题目呢 呢,就会是sine2次90度减a 因为所谓boy呢,boy就是90度减a 好了,那90度减呢,我们可以用回下面这个identity sine90度减 就会变成psine 那所以就是加 psine2次a 那有两个psine2次a 相加就是2psine2次a 变相呢,其实你这条也不用用了 我只用了这一条,就已经能够了 那答案呢,就是c clad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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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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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